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Google Style Drop 第一部分,Google Style Drop简介 官方是这样表达的,给它一张图片参考 再跟Google Style Drop说,这张图就是Colorful Flower in V-Style 请reference参考这张图,画出一只蝴蝶,A Butterfly in V-Style 然后,Google Style Drop就会咚咚咚咚咚咚,给你这张图 再跟Google Style Drop说,给老阿贝一张F1吧 Google Style Drop又会咚咚咚咚咚咚,给你这张图 概念上大概是这样,来看看Google Style Drop其他的范例 这张图就是,A Woman Walking in V-Style 请Google Style Drop,reference参考这张图 给老阿贝一只小气鱼,咚咚咚咚咚咚,给你啦 再给老阿贝一只牛,给你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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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Google Style Drop网页上的范例 网页上还有很多,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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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太多了 有空越有闲得大大,再点影片下方的网址自行去参考看看咯 第二部分,reference参考和training训练的不同 stable diffusion的checkpoint,water等model,是采用training训练的方式 Google Style Drop或controlnet reference only,则是采用reference参考的方式 那什么是training训练,又什么是reference参考呢 老阿贝这边不说尖色难懂的理论,只是给你一个概念 理解后有兴趣在自行上网搜寻 概念上来说training训练比较注重于细节 所以需要大量的图片给AI解析 也就是这边所说的training训练 而reference参考比较强调style风格 大部分都只给AI一张图做参考 近日产生出一样的style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概念 不过目前由于AI快速的发展 这两种概念在未来应该也会迅速的融合 让我们在AI绘图上更容易使用 第三部分,Google Style Drop网页简介 来到影片下方,点这个连结 这就是Google Style Drop网页 style drop text to image generation in any style 这个标语就很明显的说出style drop的功能 简单的来说就是text to any style image 是由Google Research所开发的 这个是它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第一部分所讲的那些 给style drop一张参考图 再给它prompt关键词 style drop就给你相同style的图片 就像这样 点这边有更多的范例 再来这是第二个功能 一样的概念 给style drop一张参考图 style drop会帮你生成ABCD英文 就是不知道中文行不行 点其他范例来看看 范例没有中文 这个style蛮可爱的 再来是第三个功能 collaborate with your style assistant 这看起来比较像是企业识别图示风格 比较不一样的是参考图有六个小图示来参考 成果是这样 还不错 很适合拿来做电脑的小icom 第四个功能 my subject in my style 只看这个标题不太能理解 应该是可以将style drop和dreambooth做结合 产生出属于自己的主题风格图片 这些图片看起来都怪怪的 果然是自己的风格啊 第五个功能 哦 这不是功能 这是和the fusion models的比较 这边是用来参考的风格图片 这是style drop跑出来的样子 dreambooth unstable diffusion跑出来的样子 dreambooth warrior unstable diffusion跑出来的样子 上一个影片提到的 textal warming version unstable diffusion跑出来的样子 hard primate medici pads unstable diffusion跑出来的样子 peg这个是什么老阿贝还不知道 刚刚上网查 peg是stable diffusion一个extension 网址放在影片底下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还是知道的大大们留言分享一下啰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 by bwd6 by bwd6